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明气临这一节 防腐蚀与绝热工程的使用技术 本章节呢 也是一个暴冷的一个章节 在18年啊 暴冷门的一个章节 因为我们这一小节呢 在18年的时候 是考了暗力题的 18年的时候我们是考了暗力题 在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选择题的形式 考察大家 在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选择题的形式考察大家 这防腐蚀与绝热工程的使用技术 那么在防腐蚀绝热工程呢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么这里面还会介绍这个防潮层和保护层 那么这一章节呢 最重要的还是在防腐蚀 防腐蚀和绝热层的施工技术要求上 你看 防腐蚀的施工要求 那么绝热层的施工技术要求 它考的选择题是更多的 那么其中防腐蚀 它这里面表面处理 其实就是除锈 除锈 你把表面的绣式层给它除掉以后 再做 防腐蚀凸层 那么对一根管道来说 第一根管道来说 它油内外外的有四层 第一层呢 是防腐蚀凸层 第二层的 就绝热层 第三层呢 是防潮层 我要把这四层跟你说一下 就是油内外外有几层 最外面一层是保护层 那我要说一下 这四层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第一层 我们把一个管道绣式的表面 先除锈以后 做防腐蚀凸层 做防腐蚀凸层 最最里面的啊 那么这个防腐蚀凸层 做完以后呢 我们要做绝热层 就是把管子外面跟里面的温度呢 进行隔热 特别是你像举个例子 咱们工业的化工厂 化工厂呢 假设里面管子的温度是310度 在东北现在温度可能达到0下20度 外面的温度跟里面的温度进行绝热 那么你就知道 做绝热层 第三层呢 我们要做防潮层 这个防潮层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里介绍是防潮层 防潮层是隔绝空气中的湿气 隔绝空气中的湿气 隔绝空气中的湿气 使它不容易进入到这个绝热层 我们说绝热层的那个材料 有一个特点 当绝热层的材料 受到湿气的影响的时候 当绝热层的材料 寒水率提升的时候 它的绝热效果会变差 所以防潮层是 使得这个绝热效果更好 不受支气的影响 最外表面一层的是保护层 你比方说海洋石油管道 鲨鱼 鲨鱼一口咬到 我们的海洋石油管道的时候 鲨鱼的嘴巴的牙齿掉干净了 我们的管道被保护的 啥事也没有 这就是保护层的作用 保护层包括金属保护 和飞机质保护 所以管道有内往外 四层的顺序 不能更换顺序 先防腐石毒层 再绝热层 再防潮层 再保护层 那么其中这个防腐石 考的分值更高 防腐石是先除锈 再做防腐石毒层 我们18年出现了一个暴冷情况 首次在防腐石 做三层毒层的时候 他有什么要求考了案例题 角色层的技术要求 主要是考选择题 保护层是从来没考过选择题 是暴冷的 所以18年暴冷出现案例题 18年暴冷在保护层这里面 出了选择题 那么设备管道防腐石工程的施工要求 那么设备机管道 外壁附件的焊接 因在防腐石工程施工之前要完成 就是你管子要焊接完毕 才能做防腐石毒层 你不能说做了防腐石毒层以后 再去焊接 这不允许 我们说在焊接的地方 很容易生锈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焊接地方焊完以后 一次性做防腐石 所以先焊接 再做防腐石 在防腐石的工程的施工过程中 在防腐石的工程施工中 不得同时进行焊接 气歌 直接敲击等作业 也就是说你看 我们先焊完再进行做防腐石 比如说在防腐石过程中不能去焊接了 防腐石过程再也不能用气歌 比方说什么叫气歌呢 以缺 加氧气 点燃 去切割管道 或者敲击 做防腐石毒层 一敲击 喷在防腐石毒层就跌落下来了 就是喷在表面的防腐石毒层又跌落下来了 对于不可拆卸的密闭的设备 必须开启全部人孔 不可拆卸的密闭设备 因为你在做防腐石毒层 喷涂的时候 举个例子 你对汽车进行喷漆的时候 这个喷漆 这个漆对人体是有害的 对人体 呼吸 所以要所有的人孔全部打开 人孔就是人可以钻进去的容器 这个容器有人孔 人是通过人孔钻到容器内部去的 那么一般的规定 具体要求 钢制设备及管道表面不得有划痕 气孔狭杂等等一些 研制腐蚀的斑点 你这个钢制的 假设你这个管道 你这个表面都有这个气孔的 夹杂划痕的 你在做防腐石毒层的时候 其实把缺陷 给它盖住了都看不见了 将来这个管子 没过多长时间就容易在这里泄漏 就是你在防腐石毒层 要检查这个管道的表面 不能有这种现象 相公表面要平整 表面局部凹凸不齐 凹凸不得超过两毫米 你在喷涂之前 喷这个喷漆之前 做防腐石毒层之前 设备及管道的表面要光滑 平整 打磨棱角 毛边 及 铸造等残留物 要把那个 比方说你这有个汗流 汗流子很高 要把汗流子给它打掉 棱角 毛边的 缺陷 并圆滑的过渡 这样就好了 那么 毛接缝 你看吗 毛接 毛接是把这块板子 跟这个板子 用毛钉矛在一起 因为平缝 那么 毛钉用埋头 毛钉埋进去的 设备内部 无毛钉突出 毛钉突出物的时候 那么在做内部的 防腐突成的时候 效果就不好 在需要进行防腐石 秤里 什么叫秤里呢 我给你讲一下 第四条 你看 你这个管子 这是一个金属管道 你这个金属管道 你这个液体 在这个金属管道的内部 这个液体 在金属管道内部 它容易腐蚀你的 液体在金属管道内部 容易腐蚀 这个 金属管道内壁 那么怎么办呢 我让这个管道内部 秤上一层什么 内秤 这内秤是用高分子做的 高分子材料做的 高分子材料 耐腐蚀性很强 秤里 让液体跟高分子材料 接触 让它跟金属管道 不接触 这样提升了 金属管道的 这个寿命 在需要进行防腐蚀 趁离施工的设备 及管道上 必要时应设置减漏孔 并应适当的位置 设置排气孔 需要再进行 在需要进行防腐时 趁离施工的设备管道上 必要时应设减漏孔 不要泄露 那么 并应在适当的位置 设置排气孔 排气孔 因为你这个管道 有的时候进行排气 那么 汗风的要求和处理 那么你在做防腐蚀的时候 你这个汗风表面要平整 无气孔 汗流和夹杂 汗风的高度 因小于等于两毫米并平滑过度 就是你在焊接的时候 不要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汗流子在这里 人家在做防腐蚀涂层的时候 这样了 不好 说明你这个焊接没焊好 或者你没有打磨光滑 这里焊流子过高 设备转角和接管部位的汗风 饱满圆滑 不得有毛刺 因将棱角打磨成顿角 并形成圆弧过度 这是我们这个 这些知识点是19年教材新增的 脚汗风的圆角部位 你看 什么叫脚汗风 你这是圆 那么跟下面这个圆板 这叫脚汗风 数值跟水平的 这叫脚汗风 脚汗风的圆角部位 脚汗风的圆角部位 焊脚的高度 凸手脚的焊接圆弧半径 以及内脚的焊接圆弧的半径 外面的圆弧半径 里面的圆弧半径 因满足 要求 切除组张夹具的事 不得损伤机体木材 什么意思 你在焊接的时候 为什么有夹具 你这两块钢板一定要夹紧 否则它容易出现错口现象 有夹具 焊完以后 拆除夹具时 不得损伤机体木材 那么我们说 表面处理的方法 其实就是除锈的方法 除锈的方法 有喷射除锈法 现在咱们国家 有很多机器人的除锈 机器人除锈 喷射除锈法 机器人除锈 那么喷射除锈呢 是用的最广泛的一种方法 就是用的最广泛的一种方法 它是用石鹰刹 撞击你锈石的表面 使你金属表面 使你锈石的表面 露出金属光泽的这种方法 这种除锈的方法 那么喷射除锈 是用压缩空气 将这个石鹰刹磨料 高速的喷热到金属表面 依靠这个磨料 给你锈石的表面的 冲击和研磨的作用 将金属表面的铁锈 和其他的污物清除干净 将这个铁锈和污物清除干净 那么常以石鹰刹 作为喷射除锈用的磨料 石鹰刹 称为喷沙除锈 那么喷射除锈 广泛用于施工现场设备 广泛用于施工现场设备 和管道屠服之前 什么叫屠服呢 屠服就是做屠城 就是做屠城 管道屠服之前的表面处理 就是先除锈 那么19年新增对等级的具体的解释 就是重锈啊 表面处理的等级 除锈的等级就是说 重锈的效果怎么样啊 是好啊 还是一般呢 除锈的效果 表面有没有露出进度光泽 那么我们说 如果您用手工和动力工具去除锈 那么除锈的效果呢 有ST2级和ST3两种级别 这是19年叫做新增的 具体这个1和2 都是我们新增的内容 我们说 我们说ST3的效果 要好于ST2 ST3的效果要好于ST2 那么ST2是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出锈 ST2是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出锈 刚才表面无可见的油脂 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 且没有附折不牢的氧化皮 铁锈和油漆图森等附折物 ST2 ST3级是非常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出锈 是非常彻底的 刚才表面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 且没有附折不牢的氧化皮 铁锈和油漆等附折物 除锈要比ST2更为彻底 机体显动部分的表面 因光滑 机体表面 那么我们说这个ST3 也就是说它的等级要比ST2级要高 重修效果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露出近处光泽 机体露出表面要光滑露出光泽 那么说明ST3级比ST2级效果要好 那么和喷射和抛射除锈 刚才我们讲了喷射 是用石阴砂撞击以管道和设备的表面 使表面露出金属光泽的方法 这是喷射或抛射除锈 那么喷射抛射除锈的效果怎么样呢 有SA级SA2级SA2级SA2.5级和SA3级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是一个做喷射设备的 举个例子 你是做一个 你是做喷射设备的一个厂商 你是乙方 甲方是给钱的 要求你做这个设备 你两签合同 一定会把合同 要求这个喷射的设备 将来在做实验的时候 那么除锈的等级能达到哪个级别 那么写的很清楚 那么你达到这个级别 我给你付款 你没有达到这个级别 我不付款 达到级别付款 那么我们这里有SA1级 轻度的喷射 或抛射除锈 轻度的喷射 抛射除锈 说明它除锈的效果呢 是一般的 刚才表面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 且没有附着不劳的氧化瓶 ST2呢 看它的用词就不一样 较为彻底的这个除锈了 那么刚才表面也是无可见的油脂 其氧化瓶铁锈的附着物 已经基本清除了 其残留物应是牢固附着的 还是有点残留物 那么SA2.5呢 又比这个彻底 又加了一个词非常彻底 那么你看 ST2 SAR还是有一点残留物的 SA2.5呢 是什么呢 任何残留的痕迹 仅是点状和条纹状的 轻微色版 除锈效果 那么SA3级 是最高级别的 喷射和抛射除锈的一个结构 那么一般 比较牛的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 除锈设备才能做得到 一般设备做不到这一点 使金属的表观的 洁净的喷射和抛射除锈 那么你看一下 表面应显示 均匀的金属色泽 注意 均匀的 金属色泽 均匀的金属色泽 均匀的金属色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涂料涂层 那么 施工环境温度 亦为 10到30摄氏度 相对湿度 大于85% 或 图乎表面的温度 那么 相对湿度大于 85% 图乎表面的温度 比露点温度高30摄氏度 我们说 这里面 你在做 防腐质都层的时候 做都层的时候 这个是10到30摄氏度 没问题 那么这是 不大于 就是你想想 相对湿度 要小于等于85% 相对湿度 要小于等于85% 你当你这个 相对湿度 很大的时候 在除秀的时候 它表面效果 还是容易出现 反秀现象 那么 机体表面 比露点温度 高于30摄氏度 就是经常搞 选择体的一个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个露点的概念 我们说 我在做涂料的时候 我不希望表面 有水珠子 你在做 防腐质都层的时候 表面有水珠 它容易反秀 甚至 它的有水蒸气 我都不希望有 如果表面有水蒸气的话 它在做防腐质 涂料涂层的时候 也是效果不好 也容易生锈 露点呢 是把液态 往 蒸气态 露点是把液态 往蒸气态 转化的时候 露点是 你把液态 往蒸气态 转化的时候 需要吸收的热量 为什么要比露点高30摄氏度呢 为什么要比露点高30摄氏度呢 是因为 你如果只是露点的温度 表面一定是没有水珠的 注意没有水珠 但是有水蒸气有可能 高于露点30度 因为这个露点正好是有水蒸气了 把液态边缘水蒸气 但是没有水珠子 高于露点30度 说明水珠和蒸气都没有 说明表面是干燥的 我们说在设备和管道表面是干燥的情况下 你才能做防腐质涂层 防腐质涂层全部涂装结束后 你按照规定 时间养护方可交付使用 做完涂层 就比方说 你那个汽车 喷完那个黑漆的时候 黑色的汽车 不能马上喷完以后 就交付使用 一定要什么 按规定的时间养护后 方可交付使用 那么机体表面 处理等级符合要求 那么机体表面的凹凸不平 焊接 这个波纹 还有一些拐角 应采用耐辅实性的素质 配置液子进行修补 什么意思呢 就比方说 有的男生也化妆 表面有凹凸不平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他先用那个液子 或什么的 先用那个化妆品 把那凹坑跟他填满 再涂化妆品 这是啥意思呢 你在一个管道的表面 遇到一个凹坑的时候 请把凹坑填满 再去喷这个什么涂层 就这意思 泥子干透以后 应打磨平整 并擦拭干净 再进行做涂层 你这个表面有个凹坑 那么请把这个凹坑涂满 打磨干净以后 再做整个表面的涂层 那么涂层应在储存期使用 不要用过期的涂料 采用双组份涂料时 应按质量比配置 并应搅拌均匀 并应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是这个指示点 然后同层应均匀 不得有漏涂和物涂 这个管道 同层要均匀 不得有漏涂的 和物涂的 涂层的厚度层数 涂的一层厚度有几层层数 以及前一层与后一层的 涂抹间隔时间 按照不同的涂料 公益要求进行 那么浮涂料 浮涂性涂料 亦采用喷涂法 喷涂菌 这19年叫做新增的 这都是19年叫做新增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绝热 我们说防腐蚀的表面 就是什么 绝热层 在管道表面 做一层防腐蚀的涂层 在表面做一层 绝热层 当采用一种绝热制品的时候 保温层的厚度 大于等于100毫米的时候 你看 当你的保温层特别厚 大100的时候 你包在这个管道表面 你看你包在管道表面 它的一包在一层以后 它的开口有接缝 接缝的地方 开口特别大 你看这个圆的 你把一个厚的 你包在一个外表面 这个开口 特别大 它这个开口特别大 所以有接缝 当保温层的厚度大于 等于100毫米时 你分两层或多层施工 先包一层 再包一层 如果你一层 这个一层特别厚的时候 当这一层特别厚的时候 你包的手开口就特别大了 那么我们采用硬质 或半硬质的保温层 这个是很硬的 拼缝的宽度 不一定大于5毫米 什么叫拼缝呢 你这个管道 假设你这个管道 你这里是一个一层包 你在这里再包一层 那么这中间又有拼缝 有拼缝好不好呢 不好 这个内部的温度 跟外部空气的温度 就在这个接缝的地方 容易传热 所以拼缝的宽度越小一毫 不应该大于 小一点有5毫米 我跟你说 以后你们在现场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缝隙 用胶泥跟它勾上 用硬质的保温材料 把它勾上 把它填满 防止它传热 绝了层的时候 同层要错缝 这个缝隙要错开 上下层要压缝 举个例子 这是个管道 你这个绝对层 你上一层 这是做了一个绝对层 记住第二层的绝对层 再也不能在这里有接缝了 那你这里有接缝 这里有接缝 相当于管道 容易从接缝里面传扰出去 那么你应该是怎么的呢 你如果你这第一层 在这里有接缝 第二层的 把接缝放到右边去 明白吗 这一层的 就把这一层的接缝给压住了 压住了 这个第六点呢 其搭接长度 不宜小于一百毫米 搭接 其搭接的长度 就是你压住的这个长度 不宜小于一百毫米 压缝压住 你把它包在一起的时候 它压住的时候 缝隙 就是你把它包死 它有一个重叠的部分 长度 那么水平管道 纵向接缝 不得不知道 重移之中心的四五的方便 这是我们考过选择题的 比方说 你包一个绝对层 你这么包 这是个管子 这个接缝在上面 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下雨天啊 下雨 下雨天呢 这雨水流下来的时候 就会从这里接缝 流进来了 所以你这个接缝 你注意我刚才说的 这个保温层接缝 我为什么放在左边 或者把接缝放在右边呢 你看 这是允许的九十度范围 这个九十度范围 不允许 这个九十度范围 不允许 你不能说把接缝放在最下面 最下面流体 从这里流过来以后 容易让下面呢 变湿润了 所以这是不允许的 左右呢 是允许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2017年的考了一个单项选择题 关于管道保温层的施工的做法 错误的事 关于管道保温层的做法 错误的事 采用预制块做保温层时 这一块块的包在管道的外面 预制块做保温层时 我们的同层要错缝 一层什么 要压缝 同层要错缝 缝隙要错开 错开 一层压缝 刚才我说的 这是正确的 这个缝隙在这里 下一层要压缝 缝隙在这里 这个缝隙在这里 这一第一层是第二层 管道的法兰 经常维修的部位 保温层必须在做成可以拆卸的 知道为什么吗 法兰 中国100个泄漏 有90个来自于法兰 这是石油化工行业做的统计 这个有数据的 经常要维修容易泄漏的部位 你在法兰外表面做保温层的时候 这个保温层的盖子 一定要做可以拆卸的结构 你不做成 做成不可以拆卸的 将来你要把它这个表面破坏掉以后 再去修理法兰 非常麻烦 要做成可以拆卸的结构 那么水平管道的纵向接缝 这是一个管道的纵向接缝 要布置在管道垂直中心线的 45度范围之内 错误 不要 不要布置在这个 上下不能 因为当你把这个 保温层的接缝放在这里的时候 下雨天流水容易存在流进来 应该在这个90度和这90度范围之内 管托处的保温 什么叫管托呢 这是个管道 它有个管托 托住它 你在这个地方做保温层 要不碍妨碍 这个管托吧 不要妨碍管道的膨胀 因为假设在里面走的是热水 走的是热水的话 它有一个热膨胀方向 有个热膨胀方向 就是你这个托住了以后 不要影响它热胀的搓 如果影响了 它容易裂 这个管子影响它热胀的搓 容易裂 所以这是不得 要布置在这里是不对的 所以错误的是选C选项 我们19年教材新增了 角落层各表面均匀做 延缝处理 你看啊 你这个管道 你这个这里有绝热层 这有缝隙 要把它这个缝隙 跟它堵住 否则这里外面的热量 跟里面的热量进行传热 要堵住 绝热层的各表面 进行做什么 延缝处理 干屏缝 采用性能相近的矿物棉填材 这个矿物棉 其实也是绝热效果很好的 你要把这个 包的时候有缝隙的地方 给它填满 填缝是什么 因为你包的时候 它有缝隙 包的时候它有缝隙 你清除缝的杂物 湿气混泥浆 湿气 它是用那个 湿气的泥浆料 它用相同的气体的材质去拼气 灰缝因饱满 就是你 你就把它填满 把它缝隙 使得整个一周圈的节奏效果都好 那么施工后 保温层不得覆盖设备的名牌 什么叫名牌 就是一个设备上面 有制造厂商 制造的日期 设计等等一些信息在这里面 当这个保温层厚度 高于设备名牌时 可将名牌周围的保温层 切割成喇叭开口 你们听得懂吗 比方说这是一个名牌 但是我们保温层很厚 这是保温的 这是名牌 我切成喇叭 什么叫喇叭 喇叭是这样的 吹喇叭是吧 这叫喇叭 这是人你能用嘴巴去吹 吹喇叭 做成这种 让人能看到名牌 就这意思 开口处应规整 并应设置密封的防御水盖 那么我们在施工后的保冷层 应将设备的名牌处覆盖 保冷层 设备名牌 应贴在保冷层系统的外表面 保冷要求你 要求很严格 粘贴名牌时 不得次算防照层 因为在保冷层外面 有防照层 这都是教材新增的 我们18年考了一个单选题 注意首次 我们首次考保护层的显摘题 以往从来没考过 精致设备和转动机械设备的 缺带层 其金属保护层因自下而上辐射 这个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假设这是一根管道 和一个立体 竖直方向的一个设备 你千万别这样的 我把上面的 觉得这个保护层包了 再来包 先上 把上面的保护层包了 再来包下面的时候 这个下雨天 这个水容易从这个缝隙里面流进来 这里面容易流进来 下雨天这个水容易从这里流进来 那么 所以你应该什么 自下而上辐射 举个例子 我先把下面给包了 然后再把上面给包了 这是自下而上 这时候你下雨天流过来的时候 它自动顺着这个外边流下去了 它流下去了 其进属保护层际 自下而上辐射 先弄下面的 再弄上面的 环向接缝 亦采用搭接 或插接 什么叫环向接缝呢 你这个管道 这是环向的 你再一个管道 是环向的 这样的一个绝对层 是要插接或搭接插进来的 或搭接上面 它搭在它的上面 这是环向的 你看这是环向接缝 纵向接缝是什么 这是一个管子 你这里包保护层的 是这样的搭上来的 纵接缝 可咬接或搭接 咬接是什么 这叫搭接 上面搭在下面 咬接是什么 你这里面有个钩子 这里面有钩子搭住 知道吗 就比方说 你这个钩 这个钩把它搭住 是这一次 这个拐弯 这个拐弯 跟它勾住 这叫 这叫做什么 我们进行咬接 把这个表面 跟它咬一个弯 咬个弯它 就用粘接剂 跟它粘在一起 那么这是我们 18年考虑单线选择题 那么搭接或插接尺寸 搭接或插接的 这个尺寸搭进来 这个长度的这个尺寸 因为30到50毫米 这个长度是30到50毫米 那瓶点设备的顶部 绝对层的金属保护 一按设计规定 的斜度进行 为什么要有一定斜度呢 你这个顶部保护呢 你让那个雨水啊 一些破坏 一些脏的东西 让人在这个表面流下去 那么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 正确的事 是供要求 金属的保护层 是自上而下辐射的 这错误 我刚才说了 你先包上面 再包下面 明显的这个下雨天 这个水容易从这里流进来 下雨天容易从水 从这里流进来 先上 后下 那么环向接缝 亦采用什么 咬接 你看啊 这是一个管道 那么你这环向 环向的这个接缝 保护层 这是环向的 这个大的 小的管子 大管子 环向的 这是叫圆周的环向 它只能是什么 不是咬尽 环向的没法咬尽 我举个例子 你怎么样把一个管道的 这整个的一个面 给它咬进去 这太困难了 你把它咬一个边 整体咬进去 太困难了 你看怎么办呢 搭接 它这个大管子 搭到这个小管子上面 保护层 大的这个保护 大的小的 或插进去 听得懂吗 这叫环向的 纵向的接缝 你这是一个管道 表面有纵向接缝 那你看 这叫什么 这叫搭接 上面搭在里面 或者说叫咬接 你知道吗 你这样勾住 就是你这个勾住 这样勾住 是这样的 明白我意思吗 它是这样勾住的 这是一个管道 勾起来 这叫咬接 纵向接缝 它不是插接 插接是环向的 搭接或插接 是这种情况 这叫搭接或插接 它的尺寸 30到50毫米 那所以说呢 正确的是 选择D选项 那么我们在 防腐蚀 和绝热工程 这小节里面 要注意 我们18年是暴轮的 考了一个 防腐蚀 涂层的施工方法 那么这个案例题 这个防腐蚀 涂层施工方法 怎么考你的呢 我给你讲一下 这道案例题 它防腐蚀涂层 要做三层 一定要在前一层的 干了以后 但是固化之前 就是你不要全部固化了 固化以后 它跟后面一层不能站在一起 固化度没有达到规定值的时候 就应该喷第二层 如果万一前一层已经固化了 要打毛 用刷子去打毛 这样的话 第二层在喷的时候 跟第一层能很好的站在一起 考的是这个问题 防腐蚀涂层施工方法 我预测一下19年 19年二建 肯定是防腐蚀 这里面是除锈 除锈的等级 它是19年教材新增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教材新增的 你要特别关注 还有做 防腐蚀涂层的施工方法 很重要 绝热层就是绝热层的施工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把重要的已经讲给你听了 教材新增的 和防腐蚀涂层的施工方法 更为重要